说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啊 咱们现在的 那个所有的这个文化啊 就是被这个日本入侵 篡改的非常严重啊 从大到小都有这些 日本间谍的这个身影 大事就是这个丁武昌啊 这个甲午海战 咱们是这个丁武昌和所有 这个官兵们是战士啊 他们整个教科书改了改成投降了 看热心不 看我不要脸的 看没看到 第二件事啊 这个结婚 娶媳妇这不好事吗 完了整一帮日本鬼的来闹来了 假装装扮成日本鬼的来抢新娘的 我就说咋的 你两口的口味那么重啊 那新娘真是不挑食啊 你干啥呀 要小日本人费他轮人一遍呢 啥意思你到底啊 真是不挑食啊 真恶心 你们以后不会幸福的啊 看着这啊 你们不会幸福的 一定会死于非命 别人家按你嘴唇你不能说人家 唱你你妈的 你都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了啊 害他们家日本鬼的 假装日本鬼的来养人了 你他们知道日本鬼的当年 是做了什么事不 要不就是你们 直接你们就是日本人了 吃醋果脆 这是人干的事吗 人人多点珠子啊 你连口袋不带得好死 我就当马上嘎巴闻死 那第二件事啊 第三件事啊 就是文化入侵 这个西方文化入侵有多么严重 来看这些孩儿 妈妈 这个服务性的标志好奇怪呀 怎么了 为什么是一个叉子 还有一把刀呢 不应该是一个小子 还有一双筷子 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呢 高速公路休息区 为什么整个刀叉呀 为什么非得西方化呀 你告诉我 哪个高速公路休息区 它会有西餐吃牛排呀 吃你马了隔壁牛排呀 它整个刀叉 崇洋媚外的 别听他们狗屁 他们专家 听专家他们死了 都提不上库的 凡是那些什么所谓专家 高知人群等等 就他们是公子 就是个间谍 崇洋媚外的跪船狗 站不起来了 就是西方世界的狗 狗一样你听懂吗 啥也不是 以上那三件事 记牢了 打倒所有的汉奸 卖国贼 崇洋媚外归舔狗 还有间谍们 让他们去死